干啥呢 小猫 干啥呢 小子 我在玩泡泡呀 泡泡站哪里呀 坐好坐好 要开车了 泡泡站这里干啥 站这里 比以前的泡泡硬多了 快坐好快坐好 我怕是在那些泡泡能让我玩一个礼拜了 快坐好坐好 Hello 大家好 我是涛鸡公 今天是周日 小泽下午有一场比赛 现在我送他去参加比赛 也是就是日常的训练了 还是那个公园 坐好啊 小子 这个桥是越过三环线用的 所以它是个很大的谷 前面的这个下面就是三环线 前面就是张宫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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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宫梯 就是张之洞当年看洪修的那个梯 一会我们要从那个梯翻过去 就是小泽在训练的地方 复合公园 现在我们是在梯内 到底是独低还是独起一样 那是梯啊 我边的就是梯 啊好大个车 purl 都是西门 我边的就是西门 啊那嘎嘎 上梯了 今天下雨还有这么多人到公园来吗 下梯了 是吗 把桃梅弄好啊 不然保安不让桃梅进 到了公园了 前面那也是三环 小泽他们场地就在那个三环里面 左边就是小泽他们的足球场 咋一个人都没有 他们还没男人呢 啥 他们还没有来 他来了一点点 只是来了一点 他才能下车了 比赛开始了 这是行李吧 鞠个工 互相握手 小泽是黄队 你是这边吗 小泽是守门员 门线我门线对对对 快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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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刚才扔歪了往中间扔 门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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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后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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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白显在里 开子开子开子 牛 肌肉 好了 小泽很紧张 OK 比赛结束了 还有点球大战 比赛 你不要 Hong Kong 韩哥 上路趾 上路趾 好 胸乘的 有些儿 ノキ 鱼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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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完了吧 小子 为啥漏了几个球啊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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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啥 太热了 我们回来了 因为今天是周日 明天是周一 明天要上学了 小泽现在急着赶作业 他的书包被他妈妈洗了 所以他书包里面的东西 都堆到这个书上 堆到这个桌子上 乱糟糟的 小泽正在奋笔集书 现在小泽的教学 我遇到点困难 他学的字老是旺 而且写的字也特别的丑 写慢点小子 写慢点 你写那么大干嘛 把字写好看呢 偏旁写小一点 右边可以写大一点 现在是晚上鸡婆也回来了 吃这么点毒料干啥呢 这还不行 要不就 要不我今天会儿就给你炒个大蒜坨吃吧 来 我想起来专门给你 我想到了 专门给你准备一道菜 就是大蒜炒葱炒生姜 是不是 鸡婆是在说我每次切佐料切多了 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刚才不该说他切这么少的佐料 他每次做饭似的 佐料切的特别少 这还少 这还不少了 今天 白菜 白菜 嗯 豆腐 锅都已经烧冒烟了 还不开始 看这 吃啥 熬了一个蹄子汤 又蹄子汤 辣肉蹄子汤 我不是让你削虹龙果吗 回来半天的虹龙果削到了没啥 我吃虹龙果 我现在去切 还没切 我鸡上的一块肉被唐贝 被唐贝 被唐贝给那个了 刚才试的一块肉掉地上去了 被他吃了 被他吃了 家里的水果刀不知道掉哪去了 所以就找这个菜刀来切 你的刀是特别锋利 今天一早说你拿我 还以为你是想砍我手指的 我砍你手指 你真是会想我砍你手指 哇 这菠萝好大呀 这鸡婆买的菠萝怎么这么大 这是昨天我们一起去 我还以为你想当那个上半的 华南海鲜市场买的 不是 华南国品批发市场买的 这挺大的 这个火龙果好小 这要找一个大的嘛 切一下 这个火龙果比较大 这个要不要切呀 菠萝 菠萝再裹几天 裹几天干嘛呀 裹几天它 等它那个再切 等它买的 熟了 对 就给你丢了 空心了 是啊 哪一个空心啊 把上面的空切 要把它切下来 我爸不知道 每次我妈 不知道 我真的想吃一次白的 他每次埋的红 粉通通的 那真是奇怪 别人都会想吃这种紫色的火龙果 他你便要吃白色火龙果的 白色的比这个好吃一些 我觉得 谁说的 掉了 掉了爸爸 看到了 真的会切 你一刀下去 真的好多 水果刀在这里 哦怎么又找到了 我去 掉下去 我来试试切一刀 打切 随便你怎么切 你怎么用刀背切啊 你那是刀背 切个大鞭给谁吃 切 一会儿给妈妈吃吧 好别切一会儿切碎了 一会儿吸了 我这样切几下 就变成 一些了 你说我是不是切的好像一 一些牛排呀 嗯 剩下的 剩下的直接给他切成圆 你这切的是不是好像西瓜呀 是啊 好了 火龙果切好了 妈妈吃火龙果 好 嗯 妈吃一口龙果了 真的吗 嗯 好 OK我来了 有几坨我还切成了那个牛排形状 给他切成两半了 还有一些把他切成三坨西瓜 是你切的吗 不是 我只切了一次 还没有来了 他是准备想吃 妈做好多肉吧 爸你看他干嘛呢 西桌子 筷子来了 来来给你吃一块 要先吃 你先写作业是吧 好 我要为他吃火龙果 结果他要写作业 那我先吃 甜甜 来赶紧给我吃两口 我锅里还有火的 把小子切的这个长块给你吧 别滴下来了啊 还没说完你果然滴下来了 嗯 嗯 我把红萝卜好不好吃 好吃 好吃 好甜的 那我直接用手拿吧 这红萝卜也太甜了吧 这 说明我买的好 糖妹吃不吃 给他一个试试呗 给他一个给他一个 给他一个 给他一个 把这儿给他 看糖妹吃不吃 糖妹 我先把糖妹剥的一会儿碰到筷子 我先吃 他吃他吃他好爱吃 哇糖妹居然吃他好爱吃 一口一个 好爱吃啊她 糖妹不是好爱吃 糖妹是好好吃 对好吃老糖妹吃 好吃的糖妹 再给糖妹一个大的 这么大一块 来糖妹你来 你手上别动我筷子啊 别碰到我筷子了啊 又吃了 你给他一个多大呀 我筷子 很大一块 我跟你说 给他饺子吃 他和曼晨吃一坨 一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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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妹 你能不能不要把它吃到外面来呀 好平 还要吃啊 不能不能吃了 不能给你吃了 不能给你吃了 没了没了没了 没了 别忘了没了 把你们装的啥 你不是在写作业吗 又想吃肉了 这妈妈给你加的 嗯 从哪里加的 那个锅里 你们回来就找到我们这里给你们吃吧 再说少还没听懂 请你们吃饭 再想我们吃饭 我们 请 网友们吃饭 不知道你说的啥意思 什么都不懂 吃饭了 水哥吃饭了 拿菜吃饭 汤谁拿你拿啊 汤我来拿 我拿豆腐 小子别写了 拿菜 你看这个糖妹糖妹你又干啥 糖妹 小子你看你把红龙果吃完了 你妈妈刚才还没吃呢 这都是你妈妈的你别吃了啊 不缺筷子筷子不缺 没米饭了 妈我只给你留我十三块 我喝汤了 因为我很想喝 小子你轻一点啊 火龙果 快吃火龙果 干嘛 火龙果是被 小子跟糖妹吃完的啊 好苦干呀 看糖妹 我会坐着 好想给他个肉吃 我们带骨头给他吧 别给他了 他养着坏习惯了 现在我们一吃饭 他就盯着我们 这个糖妹哪哪都好 又听话 又懂事 又不叫 而且生活习惯 就是拉出去 上厕所 都很好 唯独就是好吃 太好吃了 嗯 好想吃个猪蹄啊 我就先开动了啊 吃吧 所以你吃 吃的胖乌乌的 小哥你太幽默了 大油球 吃的胖乌乌的 胖的走不 走不了 你豆腐煎这么好 是不是偷使我 是吧 嗯 但是我觉得我比你 煎的更好 清出于蓝 而胜于蓝啊 那你怎么煎出特别好吃的 今天小哥手门 被他漏了好几个 为什么呢 可能是今天状态不好吧 是吧小哥 嗯 你知道为什么状态不好吗 嗯 是因为有 嗯 昨天晚上跟前天晚上睡的都特别晚 因为他的大脑停止了发育 所以他就 你看今天状态就不好 今天手门的时候他好喜欢他专门 他专门想用起脚去踢脚 他不用去手机捉了 我知道 那我就知道是怎么回事 嗯 但是因为前一段时间 他没有练习手门员 他没有练习手门员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他是手机门 手门员 后来的时候让他进去踢球 可能他就忘记了他的手门员是怎么扑的 不是还记着 所以他就无法在手门员和踢球着中间 跟你说啊 有时候我一踢我反应都没有 是我想学霸那样伸长腿 嗯 他才没不叫 我们今天的明星是孙兴 就那太别精心孙兴 对 孙兴是什么鬼 孙兴是哪里呢 台湾人 我不知道哪里人 现场效果特别好 香港人 应该不是 他没不叫 这是萝卜是吧 对 这买的萝卜好 嗯 感觉鸡博现在煎豆腐 确实是炒豆腐炒的还可以 两面焦但是里面很嫩 嗯 今天我小则上足球课的时候碰到一个人好讨厌的 为什么 他带着一个小宝宝 他的宝宝又想跟糖妹玩 然后他又不停的吓唬糖妹 谁啊 不知道 有那样的小孩子就是他很喜欢小动物 但是他不知道怎么跟小动物玩 他就用脚踢用脚踩用手打的那种 是不是 嗯 他还想用石头去捡石子打糖妹 我在旁边 三九 很生气 下次再见 我们就直接把糖妹拉走 都给他玩 我知道这样的小孩子 因为我也碰到过 因为他太小了 我知道他是很好心的跟他玩 但是呢他不知道怎么跟狗玩 嗯 这蜡猪蜂好好吃 我觉得蜡猪蜂比新鲜猪蜂好吃一些 好吃一些 有的 嗯 我特别喜欢吃这个蜡猪蜂看 肥而不腻 嗯 就带一层皮的 真的是肥而不腻 嗯 猪蜂应该是切成正方形的 嗯 还有一块 应该是切成正方形的 你看 这个 肌肉都切的 是这种不规则的 全是不规则的 你的要求真的是高啊 嗯 这两个凤梨好好大呀 这 这哪里产的凤梨啊 这什么意思还看不懂 这也是啥 不认识 这我昨天买的 火龙蜗跟凤梨 我跟你讲 你知道在哪买的吗 嗯 在黄南果皮买的 因为昨天刚好经过那个方向 我知道啊 昨天我也在呀 我知道 但是经过你不知道 嗯 我从来没有去过果皮市场 好大的果皮市场 我对价格也不是很了解 因为平时都是在水果店 跟超市买水果 我去一问 诶 大哥是比外面卖的 又要略微便宜一点点 无意之间 同时在那个门店 因为那时候逛第一家 我就碰到了一个大姐 那个大姐 嗯 她可能想买一些东西 我问她 诶 这差不多问到同样的东西上面之后了 她直接跟老板说 你这太贵了 怎么样 说老板的东西蛮贵 把我说的我都不想买了 不想买了之后呢 后来我跟她奶奶搭上话了 然后 然后就一起到里面去转一转 既然里面的东西比外面我们看的第一家 竟然还要便宜 这样一一半 然后呢 她好厉害 她看着真的是超级厉害 那个火龙果我们第一家是140 她到后面买了100块钱一箱 而且东西一个一个的让别人拿出来看 我觉得我要买东西让别人一个拿出来看 我都不好意思 我都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方法 让别人一个饿的给我拆开看 所以买了红龙果好吃吧 好吃 又好吃 他们也都喜欢吃 所以这个凤梨你明天把它切了吧 这个真的是便宜很多 然后那个大姐 严重就跟我讲 她看过哪些家哪些家 然后呢 在一个个的分析 还跟我 其实我没有想买凤梨 那凤梨我也不会切 都是别人切好的 有的时候也买 她跟我说 你这个季节就吃凤梨 因为凤梨是这个季节产的 然后你买回去了之后 放个几天 然后吃就很好吃 多买一点 然后她跟我讲 凤梨是有什么营养价值 火龙果有什么营养价值 结果想好了好专业 我觉得人家 才是正儿怕你买东西的 所以我昨天买水果买的超级开心 不是吧 你昨天怎么这么开心呢 我还买了一箱苹果 我还买了一箱苹果 我还爆了一箱苹果回来 所以我们接下来的大半个月 是有水果吃的 小子以后要睡早点 你说晚了脑袋会退化 是啊 轻致发育 轻致肉 喝点糖吧 老伯说我今天气色变好了 不知道是不是已经开始恢复了 脸上似的 有很有光泽 比我都有光泽多了 是吗 好了 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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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